在香港溫柳真的很難如雨紅掌兼得 想要地鐵站上蓋又沒有海景 有海景又不接近地鐵站 那香港究竟有什麼地鐵站上蓋的項目在海邊呢? 咦?那裡就有一個了 今集多謝網友的邀請 叫我幫他拍攝位於荃灣西站上蓋出售的單位 今天就帶大家看一下 住在站頂又可以享受海景的項目 究竟有什麼感受 現在立即和你去看樓 Let's go 今天我就搭地鐵去荃灣西站 在C出口一出已經是連接著海之戀商場 這裏商場一共有四層超過三百間商店 當中還包括港人最愛的Donkey 面積有五萬呎 住在站頂下街買東西的確很方便 無論任何天氣都不用怕 海之戀在2019年開始入伙 四年扭鈴分為兩期發展的 合共提供2830個單位 今天我們參觀一個實用面積1117呎的單位 廚房這裏是用U型的設計 你看它的桌面空間也挺多 最底站這裡是煤氣爐和電磁爐都有 另外原裝附設尾波爐、蒸焗爐和焗爐 喜歡煮飯這個廚房就夠正 還有這個單位的樓底高度是特別高的 層與層之間是3.5米至3.85米 業主就說他當時買這個單位 都是盡量樓底特別高 他就說比普通分層單位 大概多了一格的儲物空間 所以這個廚房有很多收納位 樓底高一點也可以令到更多自然光人進入家 令到全屋光亮一點 你不要看到這張餐桌好像很小 其實是可以伸縮的 打開之後是可以坐到8個人 海之戀另一個賣點就是會所 這裡分為三個不同的區域 大概有5萬1千呎有30個康諾設施 當中包括40米的戶外遊泳池 健身室 兒童設施宴回廳等等 想呼吸新鮮空氣曬一下太陽 這裡一落樓就已經是海濱長浪 可以散步、跑步甚至拍攝當日 看到有人踩單車、釣魚 甚至是…職工仔 這種休閒又方便的生活 無論上班還是退休人士都非常適合 這間是四房雙套再加工人套餐的設計 很多時四房單位總會有一間房的面積較小 或者景觀較差 而這個單位四間房的面積都可以放睡床、衣櫃、書桌 而且這個單位屬於單邊 所以景觀都比較開陽 可以看到外面的花園、私隱度都比較高 而客廳和兩間睡房就可以享有海景了 今天特地選擇在臨近傍晚的時候過來拍攝 就可以拍到晚霞給大家看 是不是很漂亮呢? 如果你都想擁有地鐵站頂的方便 和臨海舒適生活 都可以WhatsApp聯絡我 如果你都喜歡來介紹二手的短片 記得按LIKE支持一下 如果你是二手易主想找我拍片放盤的話 都可以在資訊欄裡點擊WhatsApp聯絡我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